近日在柬埔寨的东北部上丁省捕获了一条巨型烘鱼 经测量之后,这条鱼重达300公斤 这将打破在2005年巨型碾鱼293公斤的记录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 令研究人员相当兴奋 柬埔寨渔民在湄公河上意外捕获一条重达300公斤 长度有3.9公尺的巨型烘鱼 需要动员十几个人才能把鱼拖到岸边 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有记录以来 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 这条雌性烘鱼以它的体型命名为Borromi 在高棉语中是满月的意思 研究人员在它身上安装声波元件后释放回合中 以便研究人员后续追踪烘鱼的行为及活动轨迹 不过湄公河地区正面临破坏性的生态影响 当局计划在部分河流建造大坝 此外还有非法过度捕捞和塑料垃圾等问题 都将对鱼类生物造成生存危机 获根先生目前是保护类项目湄公河奇观的一员 他们与柬埔寨渔业管理局合作 希望将来能举办研讨会 邀及渔业人员社区民众等 共同来讨论未来的保护计划